相处这么久了 我经常怀疑他是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他说我不过爱他 说我无论做什么 说什么都在针对他 我们在一起总是吵架 谁也不肯退让 我在他那里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肯定 他说如果不爱他 不关注他 我也翻不上和他每天这么较劲了 这样不开心地在一起 还不如分担 一对在爱情当中互相指责的情侣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邓二十岁来自哈尔滨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玉二十岁来自加木斯 也是一名学生 有请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同学 谈了多久了 一年半 快两年了 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我想跟他分手 不想跟他在一起 分手的 分手就分了呗 来我们这儿分什么呀 但是他不干 他就一直要缠着我 你还不干 心里就是有点不舍吧 还想挽回一下 姑娘说说为什么要跟他分吧 就比如说假期的时候 我想去北京去学习 去进修一下 然后围棋是一周吧 一个礼拜 就想学习之后 然后在北京周边去转一转玩一玩 挺好啊 对啊 一个很好机会嘛 可以学习又可以玩 但他就不高兴 他就说那你去玩的话你干嘛还要带着任务去 那这一段时间我去干嘛 然后就认为我学习是多余的 然后就没按照他的要求 他就要玩 那我说我去学习这有什么不对吗 那你在学校好好学 是不是不用假期去学了 假期你就玩好你就得了吧 对吧 我在学校学习的是本能的东西 你在北京想学什么呀 学习自己的专业 你是什么专业 舞蹈专业 舞蹈专业 对 就想在北京再 进修一下 学习更多的东西 看看外面的事情 因为他当时吵得特别凶嘛 特别厉害 然后我想说那可以就把这个学习的时间往后排一下 就先去玩一下 然后就抱了一个大连 威海那边的一个旅游团 然后他又不高兴了 为啥 你不是要去北京学习吗 怎么要抱团的呢 我看半个月的去云南玩的 你下午整大脸去 那谁能开心啊 那你刚才就跟我说好了 他也不说 我做了任何军 他都认为是错的 就是认为我要迁就着他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时候 然后我们俩去滑雪 我觉得滑雪应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 然后就这一位吵一架 你说我不会滑雪 然后他会 那你就教我呀 该怎么滑 怎么做 他就说你就那么滑 那么滑好了 然后转身就人就自己玩去了 给我扔下面了 他现在说的都是觉得我不好的 那我觉得你不好的事我都能包容 为什么你不能包容我呢 我们有一天和我一朋友 还有朋友对象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看电影他说饿了 然后买点吃的吧 我们上超市 上超市呢他就看好一个酸奶 就是一瓶原味的 12块5 然后黄桃的说那个是买一送三 20 我说你买买黄桃的 买一个多的 你能喝好几天 是吧 你买一个一瓶的 就能喝一天 最可气的 他转头走了 然后给他妈打电话 说妈 我想喝酸奶 我最像不够买 我朋友 我朋友最像 我们仨 看着他给他妈打电话 我这张脸 有点疼啊 他就觉得我特别自私 但是我俩都里就那些钱 我就喜欢喝原味的 其他味我是真的不喝 我的习惯 这个我听得懂 他就说那我买黄桃味的话 跟我朋友们还可以喝 大家可以分啊 我说那你朋友买上 那我就不要喝了 然后当时就跟我就甩脸 他特别小心时间长 让我很不熟 很难过